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恆水域中學被曝B加掌捐款 每加2萬給老師發工資 普京策劃撞擊 給習近平的投名狀 其下週一反俄將加強中俄全面夥伴關係與戰略互動 跟進西方盟友 新西蘭禁止在鏈接國會網路的設備上使用TikTok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3月17日 星期五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恆水域中學被曝B加掌捐款 每加2萬給老師發工資 恆水逃城中學傳出要求學生家長拿出1萬-2萬元人民幣不等的捐款 用來給老師發工資 廣東官媒時代財經3月16日報導 有河北恆水逃城中學家長反映 學校讓家長捐款以維持學校的運營 初三的學生家長被要求捐2萬元 初二學生家長捐1萬元 校方說是為了給老師發放工資 維持學校正常的學習生活 爆料家長說 學校提供了慈善機構中華慈善總會的一個賬號 要家長將捐款打到這個賬號 然後第一時間向班主任發送捐款回職單 家長還提到 15日晚上 學校讓班主任以開班會的形式 在家長群發出要求捐款的口頭通知 家長群立刻炸鍋了 半個小時後 班主任緊急通知 叫停捐款 當時初三還沒人捐款 但初二兩名家長在群裡發消息稱已捐 校方當時威脅說 如果家長不捐款 學校就取消晚自習 並且每週放假 陶城中學屬於私立的寄宿學校 許多學生都是外地的 如果從此前的每兩三週放一次假改成一週放一次假 那麼每次放假時間太短 學生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路上 在家待不了幾個小時 而如果選擇不回家的話 在學校周邊租房或助理館都很困難 並且住宿價格也會高漲 除此之外 班主任還說 家長捐款之後可獲得慈善機構發放的慈善證書 這個證書對孩子以後的考學 考研 考工都有利 如果家長通過企業帳戶捐款 還可以幫助企業抵稅 中華慈善總會回應稱 陶城中學提供的賬號 確實是該慈善機構的 但否認與陶城中學存在相關合作 恆水市陶城區教育局回應稱 已責令學校叫停捐款 正在調查核實 陶城中學一部監督電話的工作人員否認強制捐款 此前公開報導 今年1月 陶城中學的學費從1.6萬元一學期突然調整到2,010元 也就是說 全年學費從3.2萬元報降到4,020元 普京策劃撞擊給習近平的投名狀 俄美撞擊事件持續發酵 3月16日 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公布了一架俄羅斯空軍戰鬥機 在黑海上空撞擊一架美國MQ-9死神無人機驚人時刻的影像片段 與此同時 美國情報官員披露 莫斯科科里姆林宮最高層領導人簽署了侵略性的攔截行動 最新解密的錄像片段顯示 週二 歐洲中部時間早上7點剛過 俄空軍噴氣式戰鬥機在美國無人機附近飛行了30-40分鐘 主動發生了接觸 兩架俄羅斯戰鬥機中的一架從美國無人機的後面加速接近 並掠過無人機上方 在兩架飛機擦身而過時 俄軍戰鬥機開始向美國無人機傾斜大量燃料 發布的鏡頭強調顯示了戰鬥機向無人機傾倒燃料的那一刻 錄像的最後 重點顯示了基賽攝像頭拍攝的一個損壞的螺旋槳和一個比較正常的螺旋槳轉動的畫面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指出 僅僅是液體燃料是不可能讓金屬螺旋槳破損的 那只能是俄羅斯戰鬥機衝撞的結果 另外 無人機的攝像頭在被迫緊急降落在下面的國際水域之前就已經損壞了 美國國防部發布這段視頻剪輯之前 俄羅斯聲稱其噴氣式戰鬥機沒有與美國無人機接觸 並稱無人機是在急劇機動後自行墜毀的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科比 抨擊俄羅斯的行為魯莽且危險 但俄羅斯國防部失口否認 並在一份聲明中聲稱 俄羅斯戰鬥機沒有使用機載武器 也沒有與美國無人機發生接觸 由於機動 美國無人機失控飛行 失去高度並與水面相撞 CNN分析指出 五角大樓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布實施錄像 是還原真實的事件經過 證明俄羅斯在撒謊 美國堅持認為 俄羅斯故意製造了與美國無人機的衝突 正如解密視頻中所顯示的那樣 美國國防部公布這段視頻的同時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報導 三名熟悉情報的美國官員披露 克里姆林宮最高層3月14日批准了俄羅斯軍用戰鬥機在黑海上空對美國軍用無人機採取的侵略行動 這三位美國國防官員和一名拜登政府官員還表示 莫斯科已經到達了MQ-9死神無人機墜毀的區域 官員們說 俄羅斯正在積極尋找船隻和飛機的殘骸 但美國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 它能夠和已經找到任何殘骸 一位官員說 大部分碎片都沉入了黑海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俄軍對美軍的偷襲發生在習近平反俄前夕 應該說普京下令批准有幾個考量 比如說顯示自己並沒有戰敗 還可以挑戰美軍 向習近平顯示武力和魄力 也是以此作為投名狀 表示堅決和中共站在一起對抗美國 從習近平角度來說 他也希望普京可以和美國鬥下去 中共可以從中於利 習下週一訪俄 將加強中俄全面夥伴關係與戰略互動 中共外交部週五說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俄時 會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主要國際和區域議題交換意見 而這將是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後 習近平首度訪問俄羅斯 據路透和CNN新聞報導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新聞簡報中說 習近平3月20日到22日反俄的目標在於加強雙兵信任 而據美聯社報導 這顯然是對普京表達支持 克里姆林宮週五也宣布了這項訪問 說這是普京提出的邀請 而雙方將討論進一步發展中俄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互動 此外 他們也將在國際背景下交換加深中俄合作的看法 同時聲明還說 兩人將簽署重要的雙邊文件 北京雖然說應該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但自從俄羅斯公務以來 始終不願譴責俄羅斯 先前甚至強調中俄友誼無上限 此外 北京也譴責西方制裁 並指控北約和美國挑釁俄羅斯 跟進西方盟友 新西蘭禁止在鏈接國會網路的設備上使用TikTok 在西方盟友接連禁止使用短視頻社媒軟件TikTok後 新西蘭一名政府官員週五表示 出於網路安全方面的考慮 新西蘭將禁止在可以訪問國會網路的設備上使用TikTok 據路透社報導 剛薩雷斯蒙特羅表示 該決定是在聽取了網路安全專家的建議 以及根據政府內部與其他國家的討論後做出的 他說 根據這些信息 該服務局確定在當前的新西蘭國會環境中 這些風險是不可接受的 不過他補充 可以為那些需要應用程序來完成工作的人做特殊安排 英國週四禁止在政府手機上使用該應用程序 且立即生效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了 看阿波羅網把握時代的脈搏 贏得生命的先機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